觉醒后 我才知道我是南平文的女主之一 男主因为我的死而幡然醒悟 发奋图强 靠着我留下的遗产一路走向巅峰 此时 尚显青涩的男主把腿架在桌子上 掉廊当地看着我 你就这么想拯救我 你去爱啊 我当即收回向他伸出的手 但你表示 那你自己慢慢乱着吧 拜拜 既听大概是没想到 我既然说翻脸就翻脸 一下子愣住了 我不管他什么表情 转身就走 这往吧里面乌烟瘴气 要不是因为他 我才不回来 出了门 我深吸了口气 胸闷的感觉减弱了不少 身后隐约传来脚步声 我不曾回头 静止向前走 裁浅 你给我站住 手腕被抓住 我被迫停下 抬眼 追上来的既听有些气喘 瞪着眼睛 满脸不悦 上下打量我一番 不知想到了什么 又勾着唇 笑得意味深长 这又是你的新手段 欲擒故纵吗 裁浅 挺好 你这样倒是让我有些兴趣了 说着他伸手就要摸我的脸 我偏头躲过 顺势甩开他的手 闲雾的看着他 别碰我 脏 既听脸上的笑僵住 阴沉着脸 越发的越 你什么意思啊 字面意思 我学着他方才的样子 上下打量一番 嘖嘖两声 能拉他也就算了 想的还挺多 真的 你就继续在坑里烂着吧 助你发烂发臭 文言既听的脸色难看到极致 指着我的鼻子 手指都在颤 咬牙切齿 好 很好 猜浅 你不要后悔自己说的话 别到手死皮赖脸来求我 我不屑一顾 我只求你离我远一点 你 还有 我打断他的发 皱着眉 没人教你 手指别很不礼貌吗 学习不好就算了 叫杨也这么算了 你真的是 一边看着他一边摇头 我的脸上挂满的感慨 完事越过他 抬脚就走 灰衣灰衣袖 深藏宫语名 回到班里没多久 既听竟然也回来了 他一出现 其他同学都念入惊讶 窃窃私语 同桌靠近我 惊呼连连 既听竟然回来上课了 浅浅 你可真厉害 可不是吗 后桌表情和他相似 浅浅 也就只有你能拿下既听 让他听你的了 两人的声音并不小 该听到的也都听到了 果不其然 既听迈着步子 朝着我走了过来 我不动声色 低头看着手中的卷子 无动于衷 直到他从我身旁走过 回到了自己的座位 我暗自松了口气 幸好他没有到我面前犯病 不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和他吵架 想想着心累 良好的家教教育我 尽量不可与旁人起冲突 有失体统 下课后 班主任临走前点了我的名字 采浅 来办公室一趟 办公室里 班主任照例询问了我的学习情况 得到了满意的答案 点了点头 话方一转 既听今天回来上课了 应该是你的多次起了效果 采浅 后续还需多加努力 争取早日将他拉回正途 当初我之所以会帮助既听 就是听了班主任的话 他不愿看着任何一个学生堕落 就想让我这个好学生 去拉既听一把 而我从小就对老师格外的尊重 可以说是言听计从 于是 即便既听对我态度十分恶劣 嘲讽奚奚落我 我也没有退缩 毕心只想着让他收心 好好学习 不要虚度光阴 想来 我骨子里也是有些烂好心的 可是 当我意识到 我只是书中了一个角色 甚至是男主的垫脚石的时候 我的那些烂好心 就烟消云散了 既听是一本难评文的男主 前妻不学无术 浪荡度人 后来因为白月光的死 痛彻心扉 幡然醒悟 决定重新做人 于是开始奋发图强 努力上进 不仅考虑了顶级学府 还利用白月光留下的遗产 顺利创业 走上人生巅峰 身边更是美女如云 环肥艳寿 但是他心中始终记挂着早死的白月光 每逢忌日 便带着那群鹰艳艳去坟前祭拜 诉说相思之情 外人都称赞他重情重义 一搏云天 而我 只觉得他 恶心 原因无他 我就是那个早死的白月光 一想到 即平时靠着我的财产 踩着我的尸体往上爬 我就恨不得一口催在他脸上 他还好意思去祭拜 拜他奶奶的徒儿 他就不担心我九泉之下 看着他花心烂情 还不做深情的模样 气得冲破棺材板 给他一个大笔洞嘛 不过没关系 我还没死 他也只是个什么都没有的高中手 这一次 我要守住属于我的一切 第一步 就是断了我们之间的孽缘 老师 抱歉 这件事我没办法继续进行了 班主任正说的慷慨激昂 情绪亢奋 冷不定被我的话泼了一盆冷水 有些措手不辞 孙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吗 没什么 只是不想把时间浪费在没必要的人的身上 听到这话 班主任眉头当即皱了起来 还浅 你怎么能这么说 能够拯救一个堕落的灵魂 是一件多么高尚的事情 现在既听已经主动回来上课了 这就是最明显的效果 只要你坚持下去 他一定会改写归正的 难道你忍心看着他 好不容易就要爬起来了 又重新摔回去吗 午夜梦回 你不会觉得愧疚吗 我听得目瞪口呆 以前我觉得 能够遇到如此负责的班主任 是人生的一大幸事 可自打我意识觉醒之后 才发现处处的不合理 老师的工作是教书于人 既然他不愿放弃寄听 为什么不自己想办法 反而让我当出头鸟 现在我不愿意听之认知 他又站在道德之高点指责我 真是可笑至极 老师 你知道我和寄听什么关系吗 我微微弯下腰 靠近他 压低的声音充满了神秘感 班主任一下子来了好奇心 难道你们 我们没有任何的关系 啊 班主任猛了 所以他的死活 与我无关 日后他是飞黄腾达 还是烂成一滩泥 都和我没有关系 我站着身体 义正言辞 眼神坚定的 像是随时准备入党 我没有闲心管别人的破事 班主任一时间 不知说什么好 如果没其他事 我就先回去了 我朝他微居一躬 转身离开 走到门口的时候 意外撞见了机厅 他依旧黑着脸 神情不悦 我不曾停留 竟直从他身边走过 全当他不存在 什么东西 也值得我亲自打招呼 临放学前 司机打来电话 说是路上遇到了点小问题 要晚一些到 我闲来无事 拿出习题册慢悠悠地写 做完一套题 司机发来消息 说已经在校门后着 教室里其他同学都已经走光了 我收拾东西 也准备离开 这时 身后响起一阵脚步声 扭头一看 既听见还没走 他几步走到我面前 双手撑在桌面上 身体微微前轻 裁前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看着他靠近 我下意识向后躲 伸手在鼻子前扇了扇 礼貌询问 你能不能离我远点 味太大 既听表情比出土的僵尸还要臭 死死地瞪着我 感觉有千言万语的脏话 在等着我 半晌 他深吸了口气 自问自答 行 我知道 你不就是觉得自尊心受挫 没面子吗 耍这种小脾气 和班主任说那些话 不就是故意说对我听的 之前我还觉得你没脾气 没想到有不亮爪子 挺带劲 我很喜欢 以后继续保持 说不定我真的会被你吸引 说完 他朝我微底下 微微侧脸 露出清晰的下颌线 我 他是准备用下颌线窗死我吗 我沉默片刻 有种表示 不好意思 我是人 晾不出爪子 但我表示尊重 正如你自己是个畜生 就觉得其他人也不是人是一样的 你敢骂我 既听瞪大了眼睛 一脸震惊 我耸耸耸肩 不以为然 虽然平时我表现的谦逊有理 但是是人都有脾气 谁被啥笔骚扰还没得反应呢 既听再次震惊于我的直白 微张着嘴 说不出话来 我却懒得和他浪费时间 背上书包 让开他抬脚就走 裁浅 你少在那里装个作样 身后传来既听嚣张的叫喊声 我头都没回 他要这么想 我也没办法 毕竟不是每个人都长了脑子 接下来几天 既听又消失不见 他不来上课是尝试 但也没什么稀奇 只是班主任十分在意 私下里找我说了好几次 无非还是想让我再去好好劝劝他 让他回来上课 甚至连他最听你的话 只有你能说得动他了 这种话都说得出来 我表示格外的震惊 你是从哪看出来的 这还不明显 班主任反而反问我 我无语 想来这就是男主光环吧 一切与他的事情 当然都会觉得合情合理 理所当然 可是凭什么 凭什么我的好心劝说 反倒成了暧昧的象征 凭什么他浪子回头 就能一飞冲天 那些废寝忘食 用心学习的同学的努力 反倒成笑话 凭什么他的成功 一定要靠别人的牺牲 就因为他是男主 他算了什么东西 我毫不犹豫地拒绝班主任的劝说 无论他是小只 已经动之以理 还是用长者的身份威逼我 我都不曾退缩 这一次 我绝不会成为任何人的牺牲品 从我觉醒的那一刻 我就清楚地明白 要为自己而活 至于寄听 他应该从我的生命中剥离了 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结果没想到 寄听又回来上课了 而且一连三天都按时出现 班主任都差点惊掉下巴 感动得热泪盈眶 第四天的时候 寄听换到我的后面 他的心同桌 是班里的学习委员 性格内向 不怎么爱说话 但是学习很好 否我不相上下 排名榜上 不是我在上 就是他杜月在上 前后桌的距离 相当于没有距离 所以我可以清楚地听到后面的动静 比如寄听主动找杜月聊天 询问他的兴趣爱好 甚至主动请教问题 杜月生性腼腆 说话声音又小又弱 连老师都头痛不语 很少找他回答问题 哪位寄听竟然不嫌弃 次次都十分地耐心听他说话 听得清也好脾气地再问一次 倒是从未见过这个样子的他 在寄听的干扰下 杜月渐渐地有了变化 说话声音大了许多 也不总是低着头 甚至有时也会主动找寄听聊天 两人眼看着关系越来越好 时常能听到他们的欢声笑语 说实话 我挺为杜月感到开心的 如果不是那天凑巧看到那荧幕的话 走出校门我才想起 有套试卷忘记带了 只好折返回去 放学后的教学楼 几乎没有人了 相当安静 我快步走到班级门口 刚推开门 就听到里面传来一声惊呼 下意识抬头一看 眼前的荧幕也让我愣在原地 只见其听抱着杜月坐在一起 两人亲密无见 此时他们齐刷刷地看向我 唇间水光烈焰 你眼人一看就知道 方才他们在做什么 在学校 在班级里 在读书育人的地方 做这种事情 恶惜了感觉顿时涌上心头 我捂着胸口 深吸了好几口气 还勉强压下反胃的感觉 这不是我们的大学霸吗 什么时候有了这种 偷听别热墙角的癖好 相对于杜月的惊慌失措 既听显得处事不惊 牵着他的手 静止走到我面前 打量我一番 吃笑道 大学霸之前说我没家叫 现在看来 你也不怎么样吗 我长输了口气 语气无奈 我倒是不知道 你这么有钱 把这间教室买下来了 既听一愣 下意识回答 我什么时候 既然没有 这就不是单属于你一个人的地方 我光明正大的进来 跟你有什么关系 看着他憋屈的脸发子的样子 我倍感舒畅 由衷地表示 狗就是狗 去过的地方 就当是自己的地盘了 也不撒泡尿 看看自己什么德行 财前你 哦对了 我差点忘了 我捂着嘴 面带惊讶 你要是真的在这里撒尿了 那可不是狗在圈地盘吗 既听的脸色 已经难看得 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站在他身旁的杜月 突然低声痛呼 既听 你弄疼我了 说着 甩开两人紧窝的手 这一小插曲 将既听从愤怒中拉了回来 他定定的看了我许久 突然勾起唇角 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 油腻到令人发指 财前 你说这么多 不就是为了掩盖你在意我 吃醋了吗 我都懂 我 此刻 我的沉默治耳欲聋 你发颠 别的问题你答天 别装目作样了 既听一摆手 故作潇洒 要不是极度吃醋 怎么看到我们在一起 你情绪这么激动 还流了眼泪 文言 我下意识地摸了摸眼角 触手微湿 反应过来 刚才太恶心了 不小心挤出来点生理泪水 结果被这个误会了 真是 晦气 你就自己在这里极度到发狂吧 我可没时间跟你耗 我还要带着我家月月去约会呢 说着 既听拉着杜月就往外走 直到他们离开 我才深吸了口气 缓缓吐出 内心无比的懊悔 下次打死都不能再忘记东西 这种罪 不是再也受不了第二次了 杜月和既听走得越来越近 两人甚至已经毫不避讳 不出意外 我是第一 而第二不是杜月 我皱了皱眉 顺着成绩单往下看 在中间的位置发现了杜月的名字 他成绩下滑竟然这么严重 浅浅 你知道吗 同桌凑过来 巧声低语 听说杜月考的时候 竟然睡着了 半张卷子一字没写 全是空白 闻眼我这才明白 为何他成绩下降这么多 你知道他为什么会睡着吗 我摇了摇头 听说考试前一天 他还陪着鸡听上网 熬了个通宵 进考场的时候 走路都打晃 正在状态 能正常考试才起了怪了 同桌撇了撇嘴 嘖嘖叹气 我听了 心情很是复杂 一抬眼 正好看到杜月走进来 低着头不说话 回到自己的座位 他趴在桌子上就开始哭 有和他关系好的围上去劝说 也收效顺微 不知是谁提了一句 之前才潜帮着寄听 也没见他成绩下滑 你怎么 原本还哭得十分伤心的杜月 听到这话猛地抬起头 我也刚好回头 和他不期而遇 四目相对 他的目光中 带着浓浓的怨恨和嫉妒 我有些迷茫 还没分辨清楚 他已经起身 哭着跑了出去 有人想去追 上课领响了 只好作罢 后来是寄听陪着杜月回来的 刚坐下 寄听嘹亮的声音就想了起来 一次考试成绩算得了什么 你又不是不会 只是没来得及做 放心 有我陪着你 年纪第一非你莫属 我没回头 但是也能想象得出来 此时他得意洋洋的模样 杜月想必也是一脸娇羞 但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专心学习 不被外使打扰 本以为寄听真的为爱改变 要陪着杜月一起好好学习 结果坚持一节课不到 他就趴桌子开始睡觉 而杜月也明天课 反而一直盯着他看 眼神痴迷 当然 这些都是田桌告诉我的 我忙着学习 哪有闲工夫理会他们在做什么 没过几天 寄听又开始频繁地讨课 杜月也不见了踪影 想来是和他在一起 而他的成绩肉眼可见地下降 即便考试的时候没有在睡觉 成绩也只能勉强维持在中等 班主任头发都快要丑白了 找他谈了好几次话 都收效甚微 最后也只好放弃 任由他自生自灭 我见了 觉得可笑 同样的情况 区别的对待 差距在哪里呢 无非是因为寄听是主角 有主角光环 所以所有人都该捧得他哄得他 为他着想 杜月只是个无足轻重的小配角 没有什么存在感 所以无人在意 就连道德感最强的班主任 都不用心 多恶心啊 他不管 那我来管 我拒绝了司机来接 放学后直接去了网吧 果不其然 杜月他没玩游戏 面前探他一本习体测 场面看起来挺滑稽的 我轻咳一声 杜月下意识地抬起头 看到我时 先是一愣 随即皱起眉 熟悉地极度在眼中蔓延 又来了 我忍住想翻白眼的冲动 示意他出来 他犹豫了一下 还是跟了上来 你来干什么 杜月一开口 就是满满的敌意 我只觉得头疼 你不用这么如临大敌 我不是来和你抢人的 我只是想提醒你 这次考试 你排名已经跌出前五百了 再这样下去 你连到二本都考不上 努力了这么久 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吗 文言杜月的脸色 一下子就变了 死咬着唇 神情僵硬 看来他也知道这一点 看了口气 我正准备再开口 没想到 杜月竟然走了出来 一把将杜月搂在怀里 对着我讥笑一声 怎么 后悔了 想来找我服软 又不好意思 就来为难他 想要让他知道了退是吗 妈的 普信男 我在心里默默骂了句脏话 无视他 看向杜月 杜月 喜欢一个人没有错 但是不要什么人都喜欢 如果他不能让你变得更好 那你何必浪费时间 纪拼很好的 杜月着急了 忙着为他心爱的人编解 他只是不喜欢学习 但是他对我很好 每次出来玩到很晚的时候 都会送我回家 我酒精过敏 聚会的时候 他都只让我抿一口 一丝一丝就行 还有 打住 我实在是听不下去了 不得不打断他的话 看着他一脸少女怀春的模样 我很奇怪 这些不都是他应该做的 甚至都没做好的吗 如果他真的关心你 你身就很好的人 而不是为了你才变好的 更何况他还不咋地 处处都是草点 杜月呆呆地看着我 眼神迷茫 似乎正在消化我刚才的话 而寄听 脸色阴沉 气得咬牙切齿 才前面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还不够明显吗 我一脸真诚地看着他 我在说你是个人渣呀朋友 你自己想想明白吧 这么大的人了 基本的道理都应该懂 严禁于此 多说无意 如果他还执迷不误 那我也无话可说 我总不能拦着他堕落吧 不顾寄听的臭脸 我抬脚就走 也不知是不是我的话起了作愿 第二天 杜月回来上课了 安安稳稳地听课 没有走神 也没有打瞌睡 我很欣慰 却没想到 寄听不知从哪里冒出来 拉着我就往外走 他力气很大 我正拖不开 直到将我拉到了楼梯间 他才平下 我趁机甩开他的手 弄而是 寄听你是不是有毛病 有毛病的是你吧 寄听对着我吼 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我人傻了 他是不是脑子有问题 看不出来我为你做了一切吗 我黑人问号脸 你和杜月成绩不相上下 有时候他压你一头 我把他拉下来 你就能稳坐第一 这下你明白了吗 我 寄听还在那里大放厥词 要不是为了你 我能搭理那个闷葫芦 没情趣又憋闷 三脚踹不出个屁来 带出去都丢链子 出去玩就好好玩 还装不作样地拿着书 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是好学生 看着就闹心 说到这里 他看向我 眼神中带着欣赏 虽然之前你也这样 但是谁让我喜欢你呢 勉强也能接受了 之前好不容易都把他拉下来了 你又闲着没事跑去劝他 等他真的好好学习了 对你有什么好处 我知道你是嫉妒 不愿意看我和他在一起 这只是权益之计 你别再倒弯了 等过一段时间 他彻底堕落了 我就把他踹了 到时候他后悔都来不及 你也就不用担心什么了 叹了口气 他柔了柔眉角 语气有些无奈 又有些得意 我和他都是逢场作戏 每次抱怒他亲他的时候 我都觉得恶心 但是为了你吧 我人人也就算了 谁让我在意你呢 我的沉默震萌发聩 以前我觉得 作为男主 一定是各方各面都有过人之处 不然凭什么取得成功 凭什么获得他人的喜欢 既听不爱学习 有些普信 骄傲自满 这些缺点不算太严重 毕竟不是所有人天生都是读书的量 我不想成为他的踏脚石 但是若是他能成功 我也不会否认他的能力 只是我从未想过 他会如此的令人作呕 他盲目自信 自以为是 拒绝我的好意之后 又来纠缠 纠缠不得就转战他人 若是真心相对 我也无话可说 可是他偏偏打着为我好的旗号 做了猪狗不如的事情 度月家庭一般 父母都是普通工人 他寒窗苦读十几年 努力走到今天 是为了能够有个好的未来 改变一家的生存环境 认识你之前 每天最早来学校的就是他 最晚离开的也是他 图书馆 自习室 办公室 永远都能找到他 他写过的试卷 洗题册 用过的草稿纸 你毁了 你却还在这里洋洋自得 季听 你还是个人吗 季听眉头微醋 不以为然 就算他之前很优秀 那又如何 还不是被我随便几句话就忽悠了 像这种只会死读书 没脑子的女人 到了社会上也没什么大冲洗 何必浪费时间 倒不如早点把位置让出来 给更合适的人 你家境好 学习好 日后有你父母给你铺路 前途一片光明 比他可强太多了 他能成为你的垫脚石 也算是一种荣幸 一点也不亏 看着他不知悔改的样子 我突然想起来 那些冲进脑海的剧情 有个片段 多年后 功成名就的季听酒最后 曾含糊不清地说 原本我对财险没什么感觉 但是他死了 还给我留了这么多财产 若是没有他 我可能走不到今天 虽然他是我成功的垫脚石 但是我也因此 既挂了他这么多年 他可一点也不亏 一点也不亏 从始至终 季听就是这样的人 自私自利 自以为是 他没有道德水准 只有自己做事的一套标准 但是很显然 我无法认同 其他人也无法认同 你这个混蛋 随着一声怒骂 楼梯间响起了清脆的巴掌声 杜月 你敢打我 你是不是找死 季听偏过头去 侧脸微微翻红 怒不可遏 扬起手就要还手 我当即将气得浑身发抖的杜月 拉到我身后 你敢动他一下试试 对上我 季听有所忌惮 只能愤愤不平地放下手 摸了摸饭腾的脸颊 脸色无比难看 此时 杜月从我身后走出 又站到了他的面前 一开口 铺腔浓郁 季听 刚才那些话 你是认真的吗 还是因为我没陪你出去玩 你生气了 故意这么说 就是为了气我 季听没说话 我好心提醒 他都不知道你在这儿 肯定不是故意气你的呀 话音刚落 杜月便捂着嘴哭出声来 季听顿时变得十分不耐烦 哭哭哭 有什么好哭的 又不是家里死了人 多大点事 我还以为你有自知之明 知道自己什么货色 就你这样的 脱光了 我都懒得看一眼 你凭什么觉得他真的喜欢你 早点说清楚也好 省得日后纠缠麻烦 刚才的话你都听到了 以后咱们瞧归瞧归归归 不过我警告你 不许去找财险的麻烦 别耽误他学习 不然我让你好看 对季听一顿贬低警告 杜月哭得更伤心了 我也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真的 家里没镜子 难道也没尿吗 看着季听那副杨武扬威的样子 我真的很想 把我37码的鞋 拍到他47码的脸上 怪不得不要脸呢 脸这么大 杜月如何 轮不到你在这里说三到四 我也不需要你那些假好心 靠着贬低他人来抬高自己 这种事你做得出 我可承受不来 既听能力固然重要 但是人品缺一不可 但是很显然 这两方面你都没有 我对你无话可说 正如你所说 我们桥归桥路归路 本就没有关系 自然也不必强扯上关系 但是若是再被我发现 你搞这种不入流的下作手段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到时候 我一定让你走投无路 再也犯不了事 既听阴沉的脸 我难得翘了杰克 带着杜月去海边 正逢深秋 海风凉意逼人 我们站在岸边 现在没人 你想哭想骂都发疯 都可以 随便你怎么发泄 正好也好好吹吹风 省得再捧脑发热 杜月开始还不为所动 只是蹲在地上呜呜地哭 哭着哭着 也不知道是不是打通了任多二脉 猛地站了起来 往前跑了几步 对着大海 疯狂输出 既听你这个王八蛋 接下来半个小时 我欣赏了他丰富而又充满内涵的骂人过程 用词精准 一针见血 偏偏还不带一个脏字 不愧是语文接近满分的学霸 值得我学习 最后 杜月累了 一屁股坐在沙滩上 抱着腿 头埋进膝盖里 我拿着高买的水 从他搁着窝找了个缝 塞了进去 杜月抬起头 红肿着眼睛 面无表情地看着我 良久 他磨了磨牙 你非得塞吗 我耸肩 这不是担心影响你的氛围 不好意思打扰吗 于是 磨牙的声音更响了 我笑了笑 仰着下巴示意 拧开了 喝点水不补 人都干巴了 杜月一言喝了半瓶水 整个人看上去好了许多 海浪阵阵 呼打在岸上 又快速退去 周而复始 乐此不疲 你为什么要帮我 杜月的声音有些哑 低弱的 差点被海风吹散 为什么呢 我认真的想了想 大概是因为 在原本的剧情中 杜月没有被寄听影响 顺利地考上top大学 又靠着自己的能力和本事 成为了人人称赞的女强人 面对同样功成名就的寄听的时候 她却没有表现出缠媚崇拜 反而指责她花心烂情 背信气 她也年年去给我上粉 待的时间不长 说两句话就走 但是每次总会说 要知道是现在这样 你一定后悔 曾经对她伸出援手 她说的没错 我很后悔 所以我觉醒了 我杜绝了这一切的可能 谁愿意死谁死 谁愿意当顿脚是谁当 等小姐我不干了 因为我们同为女生 我知道你的辛苦和付出 也明白你是个心有报复的人 若是一辈子 都会在这样的人受伤 以后午夜梦回 你都得坐起来 抽自己巴掌 文言杜月忍不住笑出声 又好奇地问 今天人品不行 那若是换一个比他好的呢 你还会劝我吗 我点了点头 也会 为什么 人不能将希望寄托在 另一个人的身上 最可靠的只有自己 对方再好 再优秀 也不能成为阻挡你的绊脚石 而且如果对方真的喜欢你 在意你 他更希望你变得越来越优秀 绝不会想方设法 把你拉下来 让你跌入一坑 说到底 还是我们不够优秀 才会让那样的货色 觉得能把咱们玩弄于鼓掌之中 所以我们才要更加努力 站到更高的位置 等到那一天 那些误会的人就会发现 我们高不可攀 他们自财行贿 连点点亵渎的想法都不敢有 我站起来 拍了拍身上 对他伸出手 另一只手指了指天上 怎么样 要一起往上走吗 杜月没有丝毫犹豫地搭上我的手 我顺势将他拉起来 并肩站在沙滩上 眼前是辽阔的海域 更是我们充满希望的未来 因着之前被寄厅影响 杜月落下不少功课 他主动找到我 希望我能帮他补课 我欣然同意 至于寄厅 照常逃课 经常见不到人 不过 也没人在意 在知道他消息的时候 是班长在班里面捐 寄厅受了伤 正在医院治疗 他家情况不好 负担不起医药费 大家同学一场 帮帮忙 同桌事实凑过来摇耳朵 听说是在酒吧喝酒的时候 和别人起了争执 被对方砍了 差点就死了 如今还在ICU躺着呢 酒吧 起争执 砍人 我想起来了 当初我之所以死了 就是去酒吧找他的时候 帮他挡包死了 只是如今没了我 他只能自己承受了 想想也真是灰气 木娟香刚好递到我面前 我想了想 抛出200塞了进去 就当是积德行善了 后桌的杜月塞了50 对着我眨眨眼睛 咱俩给他凑个吉利数 我挑了挑眉 两然一笑 后来 听说既听转微为安 只是腿落下了残疾 一辈子只能1米6 1米7的走路了 又因为没我的干预 他没有翻来醒悟 而是直接办理了退学 烧好之后就进场打工了 我无心他的事情 高考来临 要全新应对 我如常发挥 考上了心仪的大学 入学的那天 却见到了意料之外的人 你怎么也在这儿 一个水架不见 度月黑了些 但是眼眸发亮 整个人都散发着青春活力 他笑容灿烂 当然是来找你了 高中三年 咱们也没分出个胜负 这大学四年 要多多关照了 文言我哭笑不得 握住了他伸出的手 回首望 眼前是大学 也是我人生新的开始 这一次 我是女主 是唯一的女主 我自己的女主 全文完